紅營男子在舞廳裡頭 把桌上的酒杯冰壺拿起來 對著舞池狂砸 讓在場所有人看傻眼 砸完酒杯冰壺還不夠 男子又轉身和同伙在舞廳裡 摔東西砸玻璃 一旁顧客嚇得紛紛躲避 前方貨報出動大批警力趕到現場 但到舞廳砸店的三名男子 早已不見蹤影 到底發生什麼事 被害店家向警方表示 鬧事的紅衣男子之前曾來消費 當時指控店家灌單 已經結下梁子 當天又疑似因為 舞小姐服務態度不佳 讓他心生不滿 活動兩名男子狂雜誤聽泄憤 警方表示被砸的舞廳 想要息事寧人 不願提告 現場也沒人受傷 但因為男子砸電影片 被PO到臉書 最正確鑿 將以設違法送辦 但男子狂砸舞廳的這一幕 還是讓不少目擊民眾 全都嚇壞 接著來關張陳照顧 太難不得